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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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內容 看歌詞不看不聽旋律 不聽旋律的 那時候寫歌詞說 坐不用做豆湯吃 那一定可以唱 事先來聊一聊 你知道當年還有什麼歌背景 我知道有一首歌很趣的背景 哪一首歌 太好笑了 毛毛歌 等一下 這個歌我有意見 什麼樣 為什麼這個會背景 我覺得這個歌聽起來是有點黃 可是說真的 對啊 你注意聽 像這個是張帝張大哥寫的歌 他寫的很健康 他說 每個人身上都有毛 頭髮也是毛 眼睛睫毛也是毛 眉毛也是毛 手毛腳毛 都是毛 他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背景是有一點 正常啊 我覺得我們人 本來就應該有毛 但是他中間那一首也沒唱到 但是 人身上有好多毛 我沒有唱你不會知道 什麼說 如果我要是唱得了 我就會被盡量 因為很多毛 你不能知道 我也不能唱出來了 喔 這個是有一點點影色 有點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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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個是應該背景 對啦 有一句話是 在上課比較好說 對啦 上健康的時候比較好說 不過有一首歌 以前有一首老歌 黃大哥我不曉得 那個是周璇還是誰唱的 三年那個歌也是靜 李襄嵐 李襄嵐唱的 李襄嵐唱的 是靜歌嗎 他也是靜歌 對 你知道為什麼說三年這種歌 我們先來唱 先聽聽看 看到為什麼會被盡 好 先聽歌詞好了 唱歌 所以 Ly襄嵐唱的 聽歌 唱的我藏兒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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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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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感情那首歌啊 你知道為什麼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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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幾次幾次 審幾次才可以在電台播出 沒錯 像你沒有經過這一段時間 但是你知道還有哪一些背景 你知道嗎 有啊 像譬如說 我覺得有很多模式的那種歌 譬如說 可能會對我們社會風氣不良的一些歌 除了毛毛歌還有什麼對風氣不良的歌 有啊 譬如說 今天不回家 喔今天不回家背景啊 幹嘛 今天不回家也要背景幹嘛 因為他提倡每天男孩子 譬如說男人上班晚之後都要回家 喔 他意思就是說 不能 不能因為這首歌就可以不回家 所以今天不回家這個歌不能唱 就好像前一陣子我們 我們國內有在討論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有沒有 喔對齁 如果在當年也一定會背景對不對 一定會強勁的 對 但我覺得他要讓整個社會的風氣變成很好 我覺得這首歌進得有 有道理齁 有道理 但是你要不要唱唱看 來 士賢唱一下 你做完那麼難嗎 我唱唱看了 好 大哥不足的地方嗎 幫我補充 再來 今天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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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不回家 往事如也 愛情如你 迷失在 舊日清 愛的你 境遷不回家 為什麼 你不回家 朦朧的月 黯淡的心 迷失在 煙霧夢境的你 今天 不回家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回家 心在哪裡 夢在哪裡 不要忘了假的甜蜜 迷失的人 不要忘了 假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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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聽好聽 好聽好聽 而且 靜得有道理 這個 我們唱得好 唱得好 對對對 這個 嚴謹的告訴 這個不回家的男人 要回家 對啊 我覺得很健康啊 他是一種督促 請男人要回家不是嗎 歌詞不健康 你剛剛沒推開 徘徊 徘徊 徘徊的心 心在哪裡 人在哪裡 不要忘了 假的甜蜜 的確 這個歌是靜的有道理 我看到後來又有轉回來 對啦 又有轉回來 假是甜蜜的啊 你要回家 對對對 其實呢 在我們 應該是我們上一輩的那個前輩 像余天余大哥 對 他也很多歌都被禁 你知道嗎 拜託 意思齁 心情 無人中的機材 什麼意思 人家是被禁歌 他是被禁人 什麼叫禁人 他怎樣 不能出門啊 不是啦 大家都知道他歌嘛 唱歌 歌嘛都很正的 對啊 就是說 可能啦 只是他脾氣上 可能會有點暴躁一點 所以說呢 就發生一點小意外 結果呢 就被禁人了 就不能做這個沒辦法 那時候很嚴格喔 那時候我們在客廳表演對不對 對 被封殺的意思 你假如講黃腔講的比較有過分一點 就會被禁喔 啊 對啦 對啦 所有的媒體都不能讓你上 他在說什麼 他在作秀有一個什麼 聴股的 一個棋子的嗎 那他們都做狂嘛 有時候要演劇 為了劇情的需要 講一些比較黃腔的東西 然後就被禁了 對對對 喔 所以也不能登台 也不能上節目 不能登台 也不能上節目 也不能上廣播 什麼都不行 那怎麼辦呢 他那個時候剛出片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出那一首寒淚的微笑 這個歌有被禁嗎 是沒被禁啊 問題是他人被禁 他就沒有幫他打歌 這個例子太好笑了 然後唱片公司呢 就找了一位歌手來幫他打歌 結果這首歌紅了 人有沒有紅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敢 其實他 余大哥本來就紅了嘛 不是 我說那個 幫他出來打歌有沒有紅 其實那裡是蠻知名度的一個歌手 誰幫他打歌 好像是謝雷 謝大哥 喔 幫他打歌 喔 真的啊 幫他打歌 然後後來余大哥就很不敢 他又拿出來唱 我一定要唱節目就對了 一定 人家說 你叫人家 你叫人家唱節目 你叫人家唱節目 叫人家聽播 他說不要這樣很簡單 我們就覺得 余地的那種小孩有沒有 小孩看到影子 沒看到聲音 聽到聲音 沒看到人這樣 喔 對 對 那時候最流行有沒有 拍背影 只有影子而已 只有影子 然後歌詞 就看歌詞跟看到那影 紅小喬嘛 那時候有一個紅小喬就是拍背影 真的啊真的啊 余大哥他自己說的 喔 真的啊 對啊 他就說他什麼在作秀啦 他說這樣 他演一個聰明的啦 張吉演一個什麼棋槌的 他就說 唉唷 那就很剛好 聰明的剛好棋槌就棋槌了 這樣說不行啊 喔 這樣也不行啊 對啊 他說不行啊 以前是真的是這麼嚴格 很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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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抓進去這樣子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 這個被禁人的歌 叫做阿累的微笑 含著眼淚 帶著微笑 好夢一條 愛吃飄 那時 值得上 留下舞牌 會在今宵 好夢一條 愛吃飄 那時 愛看飄 想死了呢 我也要 萬表煩浪 我也要 萬表煩浪 我只要 帶著那 喪淚的微笑 永远是相思难了 我也要忘掉烦恼 我只有带着那 很美的微笑